学会一个动作 每天十分钟疏通全身的血管 每天只要花上十分钟的时间 身体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这样的好事你不做吗 我先带着大家来找一找太阳穴 它在眉梢和外眼之间 然后再向后一横指的这个位置 找到之后呢 用大拇指暗揉太阳穴一分钟左右 然后向后推 一直推到发际这个位置 这个动作经常的做呢 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保护 尤其是平时如果你有头晕头疼 脑袋觉得昏昏沉沉不清楚 头还发懵不舒服这样的朋友 更要坚持做 开水冲鸡蛋 功效神奇 冬天里的第一饮 鸡蛋呢 是我们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食物了 但是你知道它的妙用吗 开水冲鸡蛋又称为猪雀汤 本草变毒中这么说 鸡子内黄外白入心肺 明神定破 和和熟食能够五亿脾胃 生冲福之 可以养心盈 退虚热 鸡蛋呢是血肉有情制品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高的 其中含有大量的卵磷脂 能够提高我们的脑细胞活性化程度 缓解脑疲劳提高记忆力 预防老年齿态症 这第二啊 开水冲鸡蛋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长期的食用呢 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第三 开水冲鸡蛋可以增强肝细胞的修复能力 有保肝的作用 含有的维生素A呢 也可以保护视力 预防肝炎症 第四 趁热喝 保护胃 这个方法呢 来自于民间 这可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这个方法呢 我也在用 做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么两点 第一呢 用烫热的杯子 磕上鸡蛋 给它打碎打匀了 这第二呢 要用100度的热水去冲 一定不要放凉了喝 方法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 心梗脑梗的患者 要注意 饭后这两件事 别做 小心夜里发生危险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脑梗呢 高发于45到70岁的中老年 而且容易深夜发作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容易在深夜 会突发脑梗呢 这是因为呀 当睡觉的时候 血压呢 会下降 血流速度呢 也会减慢 这时候就容易形成血栓 脑梗也就随之会发生 尤其是在饭后 大家更不要做 这两件事 否则呢 很容易出现偏瘫 这第一就是饭后情绪激动 临床上有不少的脑血管疾病 都是被气出来的 生气对身体的伤害是最大的 尤其是会造成脑梗的风险 导致血压忽然升高 增加血管的压力 又发脑梗梗 尤其是在饭后容易有情绪 太过于激动 就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又发脑梗 第二就是饭后 着急去洗澡 饭后的洗澡 会极大的损伤血管 因为在吃完饭以后 胃肠开始消化食物了 需要身体提供大量血液 供给的时候啊 去洗澡了 很容易就会出现皮肤的扩张 血液的流量会增大 这样消化系统的血流量呢 就慢慢的减少 容易导致心脚痛或者心梗的发生 大家都记住了吗 这两件事情呢 在生活中要尽量避免 尤其是心梗 脑梗的患者 更应该注意以上两条 心脏不好 脑中风后 记住手臂上的灵道穴 大家好 我是赵也昊教授 经常按揉这个部位 对心脑血管有特别的好处 这个穴就叫灵道穴 它能使万事通行 管道灵活 血脉畅通 这个穴呢 可以治疗心痛 解决手腕上的僵硬这些症状 也可以治疗咽喉堵塞的问题 所以长按这个穴呢 改善液里边的酣生 酣生重 或者是有呼吸暂停综合征 这样的情况呢 就会造成身体里边缺氧 也是淤血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你可以试一试 把这个灵道穴 好好的按一按 人身体上最灵的地方 一个就是眼睛 还有就是舌头 舌呢 僵硬难语 事物昏花 或者出现了中风偏瘫 以至于身体里的脉道 巨肺 痰迷经络 这种情况下 用灵道穴 配上腿上的风龙穴 可以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 所以灵道呢 又称为是精神往来的道路 像精神类的疾病 神魂詹语啊 默默不爱搭理人啊 灵道配神门穴 可以称之为是神灵绝配 让人安神入眠的穴位 这些穴位的暗柔呢 可以每天多做两次 每次呢 坐上一分钟 双侧都要做 大家可以多看几遍 慢慢学会 心脏不好的人 会有六大表现 希望你一个都别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不好的人呢 大多数都有六大表现 如果一个也没有 那证明你的心脏 还是比较健康的 大家可以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心脏可不是小事 说不定啊 能挽救生命 第一呢 就是口唇的颜色异常 正常人的口唇颜色啊 是淡红色的 如果心脏有问题 口唇会发紫 舌下的脉络出现 又黑又粗的青筋 这多数是因为 心脏的血液循环不好 第二呢 是表现频繁的咳嗽 白天咳 晚上也咳 而且晚上咳嗽的更厉害 如果排除了是肺部的疾病 感冒发烧的这些情况 那就要警惕 是心脏的问题了 第三就是胸闷气短 总感觉到胸口 有明显的憋闷感 呼吸上不来 并且啊 前胸后背肩部 以及手臂的内侧 都会出现疼痛的感觉 第四就是浑身没劲 感觉走路发飘 像踩在棉花上 第五就是失眠 心神不宁 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 特别烦躁 第六呢 就是突发的昏厥 过了几分钟 四季之后也能叫醒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表现 一定要多注意 会有随时发生心梗的危险 上面这六个症状 哪怕占了一个 都要及时的检查治疗 心脏不好的朋友 在家这几点要注意 最后一点是关键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第一点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比较难 饮食要清淡 少盐 少油 少糖 尤其是关心病的患者 每天盐的摄入量 比其他人更要少一些 第二就是不要吃撑着 吃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七分饱就可以了 第三 心脏病呢 不代表着不能吃肉 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鱼肉啊 鸡肉啊 这些 第四 要学会监测体重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短时间内体重上升 就一定要注意了 第五 饮水也要适量 关心病患者 短时间内如果大量的饮水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第六 要监测自己的心率和血压情况 要保证达标 第七 合理的运动 量力而行 以油氧运动为主 要循序渐进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第八 睡眠要充足 每天要保证七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第九 要避免感染 尤其是心脏病的朋友 免疫力都比较低 抵抗力比较差 容易发生一些肺部的感染情况 这些感染呢 可能会诱发心脏疾病的加重 最后一点 要随身携带一些急救药物 比如塑料救心啊 硝酸肝油啊 在突发心脚痛的时候 能够救命 你记住了吗 气血足不足 就看这一点 三招激活全身的气血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轻松判断 气血多少的方法 后面也会给大家讲 几个补气血的方法 气血足不足啊 我们最直接观察的 就是脸色 分为三种情况 气虚脸色是发灰的 往往还会伴随着 疲倦 乏力 食欲不振 舌大 太白 脸色的灰还透着白 这种灰白的颜色 就是属于气虚 再有呢 就是血虚 往往面色是惨白 或者是尾黄 而且呢 还会出现疲倦 怕冷 头晕 还会有心慌 心跳过快 还有可能是过缓 最后说一下 气血两虚 其实呢 气虚和血虚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只要你气虚了 或者是血虚了 时间一长 不去调理的话 最后都会导致气血两虚 气血两虚呢 脸色除了上面说的这些 不正常以外 更重要的是 吹了 比如说长着纹 皮肤松弛 眼带大 毛孔粗大 头发的干枯 还有脱发 女人的更年期呢 更容易提前这些现象 想要激活全身的气血 可以尝试着下面三个方法 第一就是直接用一些 补气血的方药 快速的把气血补回来 第二呢 就是要调理脾胃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不管是吃药 还是吃好的饮食去补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脾胃 去吸收的话 也没办 所以像饮食调整 多吃一些南瓜呀 山药啊 莲子 红枣 枸杞 龙眼 花生 这些健脾异味的食材 当然了 健脾胃也可以配上具体的方药 把脾胃的功能启动起来 第三呢 就是从养护肝血去补气血 因为肝为血库啊 血是藏在肝里边的 那么肝血补足了 让身体的血也能够更好的恢复 补气血呢 一定要记着 不能够一边补一边漏 既要守得住 又要藏得住 这就得好好的对待肝 怎么去藏好血呢 很多人熬夜 初不知啊 这熬夜的时候 就把藏血的这个肝呢 给损伤了 你就藏不住血了 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肝才能得到很好的修复 肝血才能够充足 烟酒不沾 却得了脑梗 原因终于找到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说到脑梗的原因啊 大部分的人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吸烟喝酒 可事实上 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我的患者 就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 你之前喝酒吗 抽烟吗 比如说这位患者 老程 他从不吸烟不喝酒 也没有三高 脑梗怎么会找上门来的呢 老程的妻子啊 揭开了这个谜底 他们夫妻来自于农村 在北京立足很不容易 就为了多挣一些钱呢 老程就打着两份工 加班加点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每天都忙到第二天凌晨 睡眠时间很短 平时呢 还爱着急 之前也出现过 一过性眼前黑蒙的现象 就是眼前突然的发黑了 但是老程呢 没有在意 就在一个凌晨 老程突然发生了脑梗 从这一个实例里边 结合我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长期睡眠不足 作息不当 情绪突然激动 都是引发脑梗的危险因素 大家千万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